请不吝点赞 订阅 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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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医生她不在 她人呢 她去上海了 去上海 韩小姐 她真的不在 韩小姐 李医生她真去上海了 对对对 她去上海干吗了 学习 她哪天告诉你 她要去学习的 昨 今天 到底哪天 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昨天早班没在 今天早晨 李医生才给我打电话说 去上海学习的 对对对 她昨儿没在 我在 今天一大早要出差 知道跟你们说 不知道给我来个电话 你们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回来啦 回来啦 李医生 你快过来看看 地方好看吗 这摊货吧 你什么眼神啊 这是商场买的好吗 那你就是被人给骗了 这我男朋友给我买的 你男朋友 谁呀 缘分哪 你不知道他喜欢我呀 你笑什么呀 你是不是没谈过男朋友啊 对对对对 我没交过男朋友 老娘告诉你 老娘要是享有 从这儿排到小区门口 俗不可耐 不是 你看着刚炒 你要把这些全倒下得了 不用了 剩这些你也做吧 别再拍了 快把我再倒下送 真的啊 来 好 可以 然后白糖 走过来 你玩来了 小 小 来 怎么着 烫着了 怎么还这么疯了 你也欺负老爷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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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我来吧我来吧 这小两口吧 我帮你拿个盘子吧 我看他们俩不用担心 我帮你拿个盘子吧 才是真的 对啊 赶紧生个孩子 我们帮着带呀 吃饭了 我来 我问你点事啊 那个病历给周主任看了吗 看了 他怎么说 情况不是很乐观 嗯 我跟周主任聊过了 他这两天啊 就再安排一次专家会诊 手术的事呢 也会尽管安排 你别着急 我跟你说 现在每一个人 都把这个事啊 当成投影大事来做 啊 大家都会尽力的 所以你自己先 千万不要多想 好 谢谢啊 吃饭 嗯 妹子 来 来 饭哥 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给我的 铁公鸡吐口了 我这小礼物 得赶紧跟上 饭哥这是讲究人啊 妹子 我是这么想的啊 那天进展那么大 索性大刀阔铺 咱今天把他给拿下 没问题 多大点事啊 那你就订个房间 约一下这位土豪哥哥 那就订个豪华贵贵贵房 好的 笨哥 你说这投资要是到了 你得怎么于外泄我呀 好说 你要什么 先攒折 等我想到了就告诉你 太快了 那 那豪华包房 你给你们主管说一下 打个折呗 我们这儿打完折 最低也得五千块 咱不差钱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我这包子 我这包子 是招待朋友用的 千斤不夸 千斤不夸 我这可是但是成年来的 我有点 妈 来了来了 这样 臭小子 今天怎么有空来看你爸了 不忙了 忙 怎么不忙 但是再忙也得过来看看 您和我爸不是吗 爸 我回来了 妈 我老爷子还生了我亲呢 上次被你气得 差点发了心脏病 今天可不许再气你爸了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 你就心疼心疼他吧 知道 我知道 我找大师算过 这次我爸的手术啊 绝对遇难成祥 姐 晚饭没做好 我们都吃完了 吃完了 你没吃晚饭哪 何止晚饭啊 中饭就没吃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 怎么不好好吃饭呢 我们都吃完了 好好行行行 妈就给你做去 不管他 回来吃饭 怎么就不知道细先言语是呢 我看还是不饿 爸 我这不是忙吗 你忙什么呀 忙天下大事啊 连吃饭都忘了 是不是身上又没钱了呀 跑你姐 你姐夫这儿 蹭吃蹭喝来了 小月 你就少说两句 那个孩子刚回来 谢谢爸 来来我们看电视 对对对 我陪您看电视 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 说话话 妈 您就给我下碗方便面就行了 方便面哪有营养啊 那不是有素冻饺子吗 对 还是牛肉馅的呢 是是是 素冻饺子啊 我姐夫呢 姐啊 我姐夫呢 屋里看书呢 好嘞 牛跟这儿瞎晃什么呢 姐夫 爸 给点钱画画呗 你怎么又要钱 不刚给你提升额度吗 你还说呢 让你给我提升额度 你就提一万 那点钱有什么用啊 这不又刷爆了吗 就你这么个刷法 你这一个亿也顶不住啊 我又不是摇钱术 姐夫啊 不要这么小气吗 你说这话我就来气 我还小气 我把我自己银行卡的额度 往下降 余说了放到你的银行卡上 我这 我这要小气 我还得支撑这一个家 你说我说到底 我就是一个大工挣钱的 我都累肚血了啊粉 让你姐夫换一段 行不行 换一段 姐夫 艾军 你别在那儿闹啊 你姐夫学习呢 别急 别叫你们 行啊 你要这样不讲究 我也懒得替你们瞒着了 趁早跟老爷子说了实话 审得大家都难受 爸 律师见啊 我没事 爸 他没事 我不聊天了 聊天 忠元跟他能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啊 爸 您不用担心 袁远俊你不相信 忠元你还不信吗 我是怕 他又跟忠元左腰啊 我答应你 别了 我答应你 行吗 别让让啊 姐夫 你说你何必呢 早答应不就行了吗 早答应 你 你对啊 你 你早说 你是这么回事 你都跟姐夫说呀是不是 行 我告诉你 多了没有玩 把钱的机器开始办 一会儿我转上给你 行 行 姐夫 那我就先撤了啊 你跟姐夫那儿折腾什么呢 没有 我跟我姐夫闹着玩呢 闹着玩跟吵架似的 妈 您别煮了 我得赶您走啊 激劲 你苟干嘛 出锅了 我有急事 这孩子 忙忙叨叨的 屁股跟着了伙似的 原份是不是又跟你要钱了 那倒没事 反正你爸现在能相信 他是亲近跟他做他电影就行 你爸心里也踏实 原爱銀这个人不靠谱 咱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电影电影的 任务拍多少年 还没拍出什么来呀 我爸现在世纪了 但是他要问起你来 你怎么说 那现在为了让你爸心情平静 他只能说这些善意的谎言 你以为我愿意 整天一张走就胡说八道的呀 我累着呢 比谁都累 现在真的开始有点后悔了 后悔跟我离婚啊 我是后悔 不应该在离婚这件事情上撒谎 不应该瞒那么久 现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天天想着怎么去圆这个谎 咱俩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 我觉得是什么 准备好 敬昏 孟哥 来啦啦 来 开吧 咱们上楼 到楼结了 好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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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看在外边 有点吵 没事 哥 这里安静 适合咱们聊天 来 坐 坐 来 来 别拘束我 坐 坐 坐 头盔来这种地方 花花世界 哥 你平时太低调了 这算啥 冰山一角 回头你把窗户打开 无限风光有得是啊 龙哥 妹子 自己哪拿得了啊 来来 我帮你帮你帮你 没事 没事 我帮你帮你 没事 我帮你帮你 没事 我帮你帮你 来 我帮你 来 来 来 你听到龙哥来了 我心里开心都来不及了 龙哥 你今晚一定得多喝点 酒量就行 没事 有艳丽妹妹 艳丽妹妹陪哥喝 哥 我再出去找两妹子 陪哥一起喝 等我 来 龙哥 赶俩 赶一杯 这就赶了 龙哥这是不愿意跟我喝酒 不是这个意思 龙哥是不想跟我喝酒吗 可是人家每天都想着龙哥嘛 行 我先喝一个 哥 妹子 进来 进来 麻溜的 来 你介绍一下啊 林总 林总绝对才大气粗 你们都给我伺候好了 林总 林总好 好 来 走走走 林总 听说你给元导投资拍戏 给我们角色演员吧 看林总这气势就与众不同 林总 林总 今天你想怎么喝怎么玩 我们奉陪到底啊 你们都别说了 来点实惠的 来 龙哥 来 龙哥 敬一杯吧 来 来 来 敬一杯 来 来 敬龙哥一杯 来 来 走一个 走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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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敬龙哥 我们干完 对随意 哥 怎么样 春光无限 他在夜店玩 还发朋友圈 这是不是暗示我过去啊 没错 他跟我这么一个高贵冷傲的人谈恋爱 有些俗话肯定是不愿意直说的 他这就是暗示让我过去的 孙总 帮我单独喝一个吧 好 你跟我喝一个嘛 你稍等一会儿 你跟我喝一个 不急不急啊 不不不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我喝不了极酒 喝不了极酒 来 瑞瑞 躺个地儿 我跟林总说几句话 龙哥 能听妹妹说几句话吗 嗯 嗯 说 龙哥 你说粪根那电影 你要是投钱的话 我能不能演个角色啊 你要是让我演女主角的话 我会感激不尽的 林林啊 你想演女主角啊 嗯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人家现在说也不晚嘛 原分 芬哥 芬芬来 给我来了 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 你看 你看咱们这位艳丽妹妹 演咱们那微电影的女主角 是 合适吗 必须得啊 英雄所见略投 龙哥 你真这么觉得呀 真的 那你给不给我们粪哥投资啊 投啊 为了你我也得投啊 一言为定 我干了 我也干了 我也干了 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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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也干了 龙哥 我这么痛快 你是不是也应该痛快点 我们那投资什么时候拿过来啊 哥 我又得敬你一杯 我干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拨的用户码 请稍后赶过 哇 好好好 你拨的用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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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拨的用户码 我Е案 你拨的用户码 从你的户码 亲爱的 我在上海学习呢 不方便接电话 过两天回来再说 这个点还学习 你懵傻子呢 干吗的 吓死我了 来了 你干吗的 我 我找我男朋友呢 找你男朋友可以 不能挨尖看你 她都是有隐私的 你赶紧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 问问是哪个房间 你管我呢 你再这么随便看 我给你醒出去了 你干什么 你给我放开啊 我告诉你 调性掉铃上牛了 你们给我放开 我告诉你们 等我男朋友回头收拾你们 知道吗 你背着什么 我告诉你啊 不许她进来了 你上天什么呀你们 你们怎么着 看什么看呀 没见我的美女啊 来 三个四 看你看你看 三个六 看你看你看 三个六 来 来 你先喝茶 你先喝茶 喝茶 喝茶 董哥喝酒 来 喂 原本 我阿莲呀 阿莲呀 我跟你说啊 现在有个可喜的进步 咱们那个投资啊 谈下来了 咱们那个电影可以开拍了 现在就等你了 真的呀 太棒了 我啥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呀 你呀 就赶紧踏踏踏实实地写剧本 你可是最关键的 我可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我应该趁这个时候跑去给中原收拾收拾房间 等中原一回家 发现房间整洁如新处处的有气息 他得多感动啊 对 就这么办 啥了吧 老袁 我不给你弄点儿 这个你就只好省这个 上来 谁啊 正原啊 正原啊 叔叔好 是你呀丫头 你是不是找盛楠啊 对 他们两口子住六号楼 丫头怎么神神叨叨的 你这真好心啊 要不然 老李啊 刚才谁来了 盛楠的闺蜜 她是怎么进来的 那是不是盛楠给她的钥匙啊 李中原你个大骗子 你居然敢骗我 你还没有 Something 你怎么在 Moscow 你怎么在这儿 我特意来找你啊 找我 你现在平静些了 我麻烦你 你有什么话能快说 行吗 我发现你真是袁盛楠的中分 你出现得太实实了 小不忍 女子乱大妈 君子厚德而宰 他俩都住一块了 我怎么忍啊 你能我不能 他俩住在一起 是因为盛楠的父母来了 伪装是必须的嘛 李壮远个骗子 还骗我说出差 太过分了 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他俩在一起是装的 又不是真在一起 你生什么气啊 你不怕他俩就情复燃啊 哪那么容易就就情复燃呢 要是那样的话 他们还会离婚吗 你小哥真看了 我还就不信这鞋了 行 林依隆 这是你逼着我发飙 让我找着你的 我不让你把榴莲皮 跪成柚子皮 我就不信活 女人呀 还是善解人意的比较好 你知道吗 盛楠的父亲这次来 主要是治疗心脏病人 这心脏又出了问题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一闹 老爷子有个好胆的 还有你的好吗 你跟李仲元还能拎得清吗 你们俩啊 就别想好好地走下去吧 可我真的很生气 你不生气吗 他俩整天在同一无言下秀恩爱 我就不信你心里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又不是木头 我怎么能没有感觉呢 那不就完了吗 可是我生气有什么用呢 这事只能忍的呗 你能忍 我忍不了 你不觉得咱俩太被动了吗 咱俩应该联合起来 试试喉为自己的爱情呀 不不不 这样就不好了 在这个时候 咱们就别给他添乱了 咱应该默默地支持他 行 你大度 你就默默支持他们吧 等他们哪天假期争作 把孩子都升你面前来了 你最好也能这么淡定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他俩前几天刚去做的 孕前体检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了 你当然不知道了 袁慎南他能告诉你吗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 他们的体检报告的 这 这怎么办呢 这个 所以说你傻啊 被人利用了 自个儿还在那美呢 还默默支持他们 我告诉你 袁慎南他爸妈这次来 不光光是为了看病 还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督促他俩要小孩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你就想吧 他俩每天吃一起 住一起 再加上他父母 这么一掺和 时间长了 你就那么保证 他俩不会发生点什么 这 这 那怎么办呢 当然联合起来捍卫爱情了 联合起来 对呀 我们俩现在是同一阵线了 我和钟云要是好了 那你和袁慎南也差不一 我和钟云要是掰了 你觉得你跟袁慎南好得了 听你的意思 是不是已经有什么主意了 既然他俩不愿意 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要不咱俩把他给捅了 你是说 咱俩把他俩离婚的事 给捅了出来 不不不不 这样不好 人家盛南的父亲 还病在医院呢 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 这 这可不是小事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呀 不是我胆子小 是你做事你太冲动了 把这层窗户指捅破了 我跟袁慎南呀 也就拜拜了 龙哥 我说不接我电话呢 感情跟一帮小妖精 在夜店里鬼混呢 不行 我今天晚上说什么 我得找着的 还有你 你这个不靠谱的缘分 我到底是把我们家老林 带阴沟里去了 你都不接电话是吧 玩野了这是 这是都要疯了 你觉得这 袁慎南他爸的病 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觉着吧 就算咱俩先不通过 这疗窗户指 那咱们也应该先见见 他们爸妈呀 打个照面什么的 还可以探探实际情况 见机行事 不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啊 咱俩就与朋友的身份 去探望他们的父母 这又什么的呀 这么的吧 你要实在害怕呢 你去了不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说 出了什么事 我来顶 这总行了吧 祖人爱情者 虽难必诛 喂 约约 盛南呀 怎么了 你知道你们家缘分在哪儿吗 袁爱君 我不知道啊 你找得有事啊 没看他朋友圈呀 我没看 怎么了 那你知道 他一般都在哪个夜店玩吗 夜店 不是 你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啊 我给林一龙打了一晚上 电话他都不接 我刚才一看朋友圈我才知道 他跟你们家缘分在夜店里鬼混呢 还有一帮小姑娘 这袁爱君怎么会跟林一龙 混到一起啊 我哪知道啊 那小妖精花燕丽也在 那你就直接打电话给袁爱君 我打了 他不接 你就再打 没准现在玩着呢 没听见 行吧 那 那我再试试吧 接电话呀 小刘啊 小刘啊 那个 你替我个班 我有急事要出几趟 你怎么在呢 我 我家我为什么不在啊 不是 你先进来 先进来 怎么了 什么情况 我找不着我们家老林了 盛南的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怎么还来了 电话打通了没有 打不通 他跟袁非俩谁也不接电话 这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你小点事我爸 我妈那时候睡觉呢 爸 爸 谁呀 叔叔阿姨 这不是郭月吗 对 郭月 郭月 这是盛南和中原的朋友 对对对 那个我们正好进屋出点事 没事 早点休息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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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情况啊 怎么还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啊 美淑三 你 你赶紧给缘分打个电话 我打他不接 你打他不敢不接 他怕你 他怕我什么呀 他现在谁都不怕 他能耐着呢 那怎么办呀 这都这么晚了 你家老林还跟他在外面瞎混呢 那小妖精花艳丽也在 我看他也是喝多了的样子 你说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干出点 什么出格的事啊 那不会 就让你放心 老林他人老实 你可别说他老实 给你看他啊 这就是你们嘴里的老实人 你给我来看看 看看林一龙 这是你们嘴里的老实人 这算是原形毕露了 你看他总用右抱那样 贼开心 我还是第一次见老林这样 这一看就喝多了 酒后师太呀 对 酒后师太倒不了紧 这酒后师得是真的 给你开个缘分 打个电话吧 我求你了 盛南 不是 我不瞒你说 刚才挂了你电话 我就给袁矮军打了 可是他也没接呀 他现在呀 根本就不怕我 而且你反心可强了 那怎么办呀 你的话都都不听了 谁能管得了他呀 你说 要不你们家李中原处 你搜主意 别别别别你一出什么事 就揪着那事不放心吗 我跟你说那事 我酒后的话你偏不听啊你 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 出点事 全把自然退酒精神 你说 我说 阿嘞 阿嘞 又我喝 这样 这电话我打成吗 我打成吗 那 免贴 好喝 不许多电话啊 好喝 好喝 不许多电话啊 不许多电话啊 好喝 喂 开心啊 电话大人 愤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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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林一龙带哪儿喝酒去了 谁 你说谁 一龙 你龙哥 龙哥 姐夫 说到这龙哥啊 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谢谢你把龙哥介绍给我认识 我那店的投资 龙哥答应给我投资啊 喂 喂 投资那都不是事 哥有钱 来 龙哥 别说那些 你把这杯干了 你要是不干 要我嘴对嘴喂你啊 别遵律你两个 黎龙你混蛋 你再把你吃 你吃 谁不吃 谁这么笨蛋 谁在那喊呢 谁喊呢 哥 我姐夫 姐夫 让我干吗 你赶紧给我打回去 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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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别着急 走走走走走 你听听啊 听 通了没人接 我跟你说 不会有人接的 你甭打了喝多了 你这 喝多能知道自己干什么 第二天醒了就好了 没事了 我不管啊李东元 今儿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了 你今天就算把地球阁翻过来 你也把人物找出来 行 郭月儿我给你找 但是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当初我说过那儿酒话 你不听 我也说了你们别假离婚 你也不听 现在出事了你一无脑 全推我身上来 得我认成吗 我不管 反正就是你窗弄我们两口的 假离婚的 我跟你说就怪你 你黄老公 你这这么说 我已经说越说越离谱了你就 行了行了 你们俩谁都别说了 听我说一句好吗 首先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爸 妈 你们怎么来的 我接到你列夫电话 说这小郭大半夜上你们家里来 心情不太好 我们怕有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小郭和一龙离婚 是你穿着的 不是啊 不是这么回事的啊 李正元 你竟然穿着别人离婚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你 爸 您别听风就是雨 这 这 这是一个误会 误会 你一误一识地都给我说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我 我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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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儿罪话 他 他 他当真了 他 原来是真的 你不喝酒能死啊你 我这 老李 先别急 先问问清楚 我这不问他吗 说我怎么回事 小郭 他是怎么篡当你离婚的 你给我跟叔叔说 我给你做主 我 我 那个 叔叔 叔叔阿姨 你 你们先说我 我 我先走了 你别走啊 你把事情说清楚啊 叔叔再见 说这孩子真是 怎么回事啊 李正元 今儿你就坦白从宽抗计从严吧 今天晚上啊 咱们谁也别睡 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这林一龙他们家老房子啊 拆迁 过月呢想 可能多分点钱 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啊 你过来问我 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想啊 我就跟他们出一主意 我说你们 你们离了是不是就 能 能多分一份啊 我 我那天有点喝多了 你知道吗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他们拿这话当真了 是 后来 我们两个人还劝他们来着 可是他们不听 不听 不听 所以这个事我可以担保 仲原不是故意的 你真不是故意的 我顾那一干吗 我这不闲呢嘛 你说你这孩子 说话怎么不走脑子呀 那艾军是怎么回事啊 艾军是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林一龙可以分到一笔 很不错的拆迁款 所以就缠缠林一龙 让他给他投钱 拍那个微电影 林一龙是个铁公鸡 那 那 那人 那原分 原 原艾军啊 他 他没准就是 想忽悠忽悠他吧 给他拉到夜店去啊 来 来几个小姑娘 这个迷魂酒一贯 关键是跟艾军 翻朋友圈了 所以那个郭月看到了以后 不就急了吗 就来咱家了 他 他这也当电影拍 这小子 太不真气了 太没原则了 一天到晚 说是要拍电影 谁知道呢 他是骗人家的拆机会拍电影 这臭小子 太不靠谱了 那个一龙不是没有给那个艾军投资的吗 行行行 我告诉你李中原没弃好作用 你要不给他出那搜主欲 让他假离婚 你说那艾军 能够做人这空子 你跟我说 你干吗要出这搜主欲 我不是说了 我当时喝多了吗 以后你他妈把酒给我溅了你 我平时我就不怎么喝酒 行行行 我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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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溅溅我溅溅 我溅溅我溅溅我溅溅 我溅溅溅我溅溅溅 我溅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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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醉啊 让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 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 才发现 什么是缘 一生之中最难的 有一个只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太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是现在 还是再有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 从此不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